那么在十八大的报告中 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亮点 究竟有哪些 接下来的时间 请李莉来主意介绍 李莉 好的 那我们特别关注到 与十七大报告的相比 十八大报告当中 关于经济方面 有诸多新的表达和提法 首先就明确地提出了 居民收入增长目标 十八大报告中 它就明确到 到2020年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 都要比2010年翻一番 而五年前的十七大的报告 经济性的指标只有一个 就是到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 要比2000年要翻两番 好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方伟 好的 谢谢李莉